我們繼續看題目 他說有一個150立方公分密度0.6的木塊 請問你質量有多少? 這就是很簡單的代公式來求 老師說從最後的問題想起 最後問題問我說要求質量 你就問自己有什麼公式可以求質量嗎? 我們背了一個叫做d等於v分之m 這邊有d等於v分之m 那我現在要求的是m嗎?m等於什麼呢? 數學好的人就沒問題嘛 就直接寫了嘛 那萬一你的數學有障礙呢? 我們介紹個公式小飄蟲 只要怎麼算? 不會算的人就把小飄蟲拿出來 d等於v分之m 要求m把m怎麼樣? 遮住 怎麼做?d乘v嘛 老師說算什麼帶什麼 現在d就是要密度 v就是要體積 算木頭就要帶木頭 有 問自己題目有沒有木頭的密度? 有 有沒有木頭體積? 有 那很好 音有 靜有 往裡面帶進去 答案就算出來了 小學四年級就會算了 90克 結束 game over 有人有問題嗎? 沒有 來 請問你想估計一下教室裡的空氣有多重 我們教室約11公尺長 9公尺寬 高約3公尺 空洩密度很小 只有0.0013 這樣子這裡整個房間的空氣有多重? 有一個小問題 給的是公尺 問的是公斤 可是題目單位是什麼? 立方公分 公克 所以這當中有個單位換算的問題 比如說 你可以把立方公分克 改成立方公尺公斤 我 要你被水的時候 你就知道要變成幾倍? 一千倍 要變一千倍 好 不然呢 你就是把公尺換公分 然後算出來多少公克 再換成公斤 也可以 也可以 來 停車站借問 停車站借問 都要算 背號 八號 八號 你起立 八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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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不然呢 你 快點 就是你 多少 算出來應該會有一位小數吧 不會 哦 哦 哦 等一下 哦 等一下 我要先承一下 五 五 四 三 二 一 天黑了 天黑了 世界末日了 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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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八 六 差不多了 答案差不多了 就是把它換成立方公尺 然後我們講過了 立方公分克要變成立方公尺公斤 要變成一千倍 所以就這樣承完 跟他一樣 體積層密度答案就是公斤 所以就3.6.1公斤 可以嗎 可以 下一題 改成問體積 改成問體積 360克 密度 啵 體積多少 跟剛才基本上意思差不多 只是單位的那個位置出的位置不太一樣而已 多少咧 現在要換男生啊不急 理論是要換個帥哥男 我們要換一個帥哥男叫做 男生叫做 怎麼都什麼男生啊 26 體力 答案 把布看題目 還講一下沒有題目喔 多少 四十五請坐下 你說四十五 一樣嘛 從最後的問題想起 一問體積 有公式求體積嗎 有 D等於V分之M 然後要求V V要怎麼算 然後就不會就拿小瓢蟲 那把V遮住 原來叫做M除以D 質量除以密度 有沒有算什麼帶什麼 算鐵要帶鐵 算體積要帶體積 我要帶鐵的質量 要帶鐵的密度 有沒有鐵質量 有 有沒有鐵密度 有 就往裡面帶 答案就算出來四十五 簡單 都是簡單的公式的直接運用 沒有什麼太多的變化 OK嗎 OK OK 來